面对心理专家的解读高女士认可的同时也表示 这次晕倒让她心有余悸 更加对丈夫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解 丈夫不光是在语言和钱财上对她有所伤害 甚至做出了更过激的行为 我是做设计嘛 实际上我也是挺忙的 就是比如说我从你发个微信和客户交流一些方案什么的 他就会抢我手机 他老说我就说我和别的男人聊天 他抢我看看我很多手机 然后看完以后也没说啥 我说你看到你想要看的东西呢 他也就不说声了 我发现他对我不忠 知道吧 而且确实也被我抓到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一个人的人心不在这 你看着别人的手机能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既然能当他的面看我手机 肯定我手机是没有鬼的 那我有鬼的话 我还当里面看手机 如果说你每次都是因为使用手机的话 那我回家我就不用手机 这个就不会开仗了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他会开始员工机吗 他有时候就会问我的一天的行踪 就是你一天到哪儿到哪儿了 怎么怎么着的 我从来不会过多地去关心他 你今天到底去哪公爹了 去哪个地方 而且有时候我还在哪儿 你去哪儿需不需要我开车 因为他对北京的路特别不熟 我说需不需要我开车 跟踪我 尾随我 就是我去哪儿以后我也不知道 但是尽量就在我后面跟着就这样的 就他跟踪你的事情你都知道吗 我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 一开始还是同事和我说的 同事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嘛 就是好多人他也认识我 所以有时候同事就问我 他说你老公刚才也在这个 就在公司旁边 他说你老公是不是也回来上班了 我说没有啊 他说还有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你老公就在这个公司旁边转 我说不可能 我一开始我完全 因为我的心思全放在工作上 我从来不会想到他会跟踪我 但是同事老说 不是一个同事和我说 后来他有时候躲在一个别的角落 看我们公司有时候 或者给我们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偷吃把我叫出去 我一看果不然起他 就关于跟踪 比如说您同事也告诉您 就是他在哪儿看着我了 或者你也发现他冰烧了 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处理的 您是跳出来说 您为什么在跟踪我啊 您有什么资格在跟踪我 没有 我真的没有精力去和他说这些话 因为我就 你随便你爱怎么怎么做 就属于放任 对 那您觉得他跟踪您的目的是什么 他真正的目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啊 他可能就是想知道我在外面干嘛 但他好多次不也就看见我在公司待着吗 但是他还是不死心 他会问我 你今天去了几个工地 那工地在哪儿 当然如果换作我们正常的夫妻啊 比如说我去哪儿哪儿开个亭比较远 我老公肯定会一遍遍的电话问我 你到哪儿了 你到法庭了吗 法庭上人多不多 对方当身来了吗 那个场面会不会有危险啊 我不认为这个是跟踪啊 或者是什么不善意的这种 我和您说专家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话呀 这口气和他的语速各方面它是不一样的 质问人 对 您看他是这样问的 您在干嘛了 哦 我说我今天 我说我去工地了 你今天去公司了吗 我说我今天没去 哎 你不是早上走的时候要去公司吗 我说我今天因为到路上 正好我说客户又有事打电话 我就去工地了 哪个工地啊 就他那个口气你知道吗 他说你得质问你 责问你 很好 如果我再换位一下啊 如果老公打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啊 你去开庭了吗 你管老公上哪儿呢 对吧 这是这张反应 如果老公会问我 哎 你开庭到哪儿了 我就说 啊我快到了 这个很正常吧 如果说您的爱人 给您打电话说 你在哪儿工地 我不相信您说 啊我在这个工地 你明白吗 所以我问您 就是您对自己的看法 您认为自己有没有问题 我们也是有生活经验的嘛 或者说的是不是真的 肯定是事实 不一定是像您说的 完全一致 有个客户看见 我们俩在一块了 他不会是介绍 这是我老公 他只是跟客户说 这是我的一个同事